作词 母親 准备 你在幹嘛 當然是在想你啊 又來 老三 我打球出去 算了你們去吧 怎麼了 今天不打球啊 感覺今天沒什麼精神 可能有點感冒 感冒 潮凉了 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晚上寝室空调温度别开太低 有请 老三 吃点什么不 不吃不吃 你们忙你们的 别管我 没吃晚饭啊 多少还是要吃一点吧 实在没胃口 吃不下 主要是没精神 感觉又困又累的 累的话就早点休息喽 睡一下就好了 好吧 那我睡了 你也早点休息 拜拜 拜拜 你挂吧 你挂吧 那我真挂啊 挂了 停 上号 我今天就要干到底 我们还是分手吧 我们还是分手 我们还是分手 这份文件很重要 明早开会要用 下班之间整理好 发到我邮箱 不停 诶 那个 你也坐这么车呢 正好 这季的法案 我觉得有几个问题 需要讨论一下的 车ämä的时间 我们赶紧对一下吧 喂 你好 喂 那谁 我这边有个事情要一奉 你一奉 你说 今天会计量提交 带来到上午十点 信息要拉一道群里每个人 看我们那边的进度 你现在去发一面 追踪一下 非常紧急 好的 没问题 再给这样 因为我现在处理了 我 走啊 走 哎 死 这好别再有人找我了 轻人机啊 真的呀 啊 啊 王后每天都会问魔镜 魔镜魔镜 谁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啊 魔镜回答她 王后 您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不过随着白雪公主一天一天地长大 有一天魔镜的回答变成了 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人现在不是你 而是史莱姆 爸爸 史莱姆是谁啊 不是史莱姆 应该是白雪公主 爸爸看错了 坏王后知道之后非常地嫉妒 她就骗白雪公主去森林里采一种花朵 后来好心的猎人放走了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走到了一座小房子里 就在小房子里睡着了 她在这里遇到了七个小矮人 小矮人都叫什么名字 他们叫秋秋人 小矮人都叫什么名字 老哥,宝宝睡了吗? 同学们好,今天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来自深井螺旋的白雪公主 他有一群好朋友叫秋秋人 还有一个叫史莱姆 有一次白雪公主